我们今天协同交大 还有师大的劳权小组 前来劳动部 要据民检举校方 违反劳基法 未准时给薪 我们要求劳动部 立即针对校方违法 立即开拔 学校 延迟发送薪水 让学生欠薪 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劳权小组 在成立申诉管道以来 接获许多同学申诉 大部分大多 都是帮跟我们申诉 有关学校延迟缴发薪水疑事 延迟缴发薪水疑事 造成很多同学上生活的不便 因为在学校工读金 有周四同学们 他们的生活费 他们的房租费 他们的师范的花样 如果学校今天延迟给薪 会造成他们很多生活上的不便 开始打工到现在 每一个月的薪水都被拖欠这样子 像 9月的薪水等到10月31号 已经快11月了才拿到 然后10月的也等到11月底快12月才拿到 这样子拖欠了 就是一两个月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不断去询问自己的打工单位 然后就一直得不到确切的那个发薪日期 就很多一起公读的同学都跟我一样 是靠那个薪资来维持那个生活费的这样子 既然学校就已经承认了我们的雇佣关系 他应该比照老几法去处理我们的薪资问题 不应该每个月这样子拖欠 还要我们一直去问 其实从去年6月就开始有针对学生身份的 兼任助理们进行一份劳动问卷的调查 那其实调查出来的情况呢 除了积欠薪水以外 我们也常常发现有超时劳动 或者是说老师要求他的工作 其实根本是超出他的 原本跟他约定好的内容 然后也有很多人是在假日工作 然后假日工作当然可不可能领到双倍的薪资 那我们想要说的是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违反劳基法的 那为什么这些 不管是教授雇主或者是校方 可以这样子任意的违反劳基法 来使用我们学生兼任助理 那最大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到现在一直到现在 校内的不管是工读生 或者是计划兼任助理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助教助理们 他们跟校方的雇佣关系 一直到现在 劳动部都没有真正的确认下来 至于说那个学生兼任助理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有待确认 那这个部分教育部 他有针对这个研究助理的权益跟劳动保障 他们有定一个处理原则 那这个部分 现在正送到行政院那边去审查 那等这个定案之后 那研究助理的身份 他到底是学习或是雇佣 那就会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定论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些研究助理 他确实是雇佣关系 那他就会有劳基法的使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以劳基法的相关规定来做 在这个状况上还没有确认 我们可以帮忙 就是说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一个案事实来确认 就是说没办法说 所有的研究助理 我们都一概认定 他有雇佣关系 或是说他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尊重 目的世界主管机关教育部的诺定 谢谢